大家好 上個星期五 17號的時候 同婚專法在立法院通過了 消息一出 當然幾家歡樂幾家愁 有的人雀躍鼓舞 興奮到像 比過年 比過生日 比交往週年之類的還快樂 那有的民眾義憤填膺 氣憤覺得說這樣子是一種 不尊重公投結果的一個立法行為 那從我個人來講話 我對於同婚相關的議題 是一個比較 算是比較中性 比較開放態度 我沒有特別強烈的好惡 那這樣子的好處 我想或許我可以比較理性客觀的看待 了解說雙方的想法是什麼 那甚至幫忙雙方想說 如果你是支持同婚的人 你可能要怎麼做比較好 那如果你是反對同婚的人 你可能又應該要怎樣做比較好 以下提出我的一點感想與建議 大家分享一下 那首先這主要是針對那個 反同婚這一邊 尤其是偏藍營民眾 藍營支持者當中 反同婚的這一邊來聊聊 這消息一出之後 藍營這邊支持當中 反同婚的這一群人 馬上在各大臉書社團 LINE群組裡面都流傳了一種講法 要把那七個在同婚表決當中 曾經在部分條文當中 投下贊成票的國民黨立委 給拉下來 讓他們不要再繼續當立委 那這七位立委 包括我們台北市這邊 現任的蔣萬安 李燕秀 還有已經被提名 呃 林毅華 乃至於現在是不分區 但是要參選 準備要參選明年區 新北市區域立委的柯智恩 還有原本想要參選 在高雄參選 區域立委的縣政不分區 陳移民 但是他初選 前幾天剛剛落敗了 還有我們的不分區立委 許玉仁 等等這幾位 那理由當然就是覺得說 國民黨團既然已經決議說 這一次我們自己的國民黨 有賴氏寶委員有提了一個版本 那你們不應該去支持 那個行政院民進黨團那邊的版本 而且他們覺得說 可能這個版本 相對而言 有點違背了去年那個公投案的 那個決議的結果 有涉及到改變了 偷渡的那個 同性是婚姻的那個部分 所以國民黨那邊很多支持者認為說 這幾位委員違反了黨團的那個決議 做出了這樣的行為 也違反了公投的決議 因此想要把他們拉下來 非常的不滿意 那在這邊 我想我比較不要針對說公投這一塊 到底有沒有違背 以及法案本身的好壞 有沒有 因為這部分 老實講 雙方的旗艦非常大 有的人支持同婚的人 堅持說 欸就是沒有 這就是專法 這明明就不是民法 可是反對人 則也非常堅持說 你就是在第四條面 偷渡了結婚登記這四個字 乃至於的一些部分 一些準用民法規定 那這部分 我想先放下一步談 想針對說 假設今天我們是一個 藍營支持者 然後反對同婚的立場的話 那麼你應該要怎麼樣做 會比較理性 比較對於整個全職員是更好的 那我個人的建議是 我們回到一個很基本的一個 數字問題 數學問題 看看立法院現在 立法委員的組成生態好了 立法院總共有113席立委 那過半 一個法案通常是超過一半 就可以通過 過半所需要的票數是57席 那民進黨 現在的執政黨 建立法院的最大政黨 還有幾席 68席 單獨一個政黨 就可以輕鬆的過半了 就算少掉很多席跑票 還是不影響 那在同婚這個議題上 除了民進黨之外 更重要的是時代力量 這個小綠黨 時代力量五席立委 非常的堅定支持同婚 那我們就 現在就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 啦 我們先撇開國民黨 立委不談 我們只看民進黨 與時代力量這邊 時代力量五席是一定要算的 那民進黨這邊 扣掉擔任立法院長 儘量保持中立 不直接參與投票的蘇嘉全 那再扣掉 曾經投過反對票 唯一曾經投過反對票的 林黛化 那再扣掉 另外還有12位民進黨立委 曾經在部分條文表決的時候 選擇缺席 他們不敢直接投反對票 但他們可能也礙於選區民意 反同婚民意的壓力 不敢投贊成票 就要選擇缺席來迴避 這樣子的民進黨立委 先後加起來有12位 12加上一位林黛化 加上一位蘇嘉全是14 這樣子扣一扣 民進黨本來有68位 扣掉了14位之後54位 那54位再加上時代力量五位 就是59位 這個數字還是超過了 過半所需要的57席 那換句話說 這代表不管國民黨的立委們怎麼做 就在所有的國民黨立委都投下反對票 國民黨乃至於其他五黨親民黨等等 其他通通都投下反對票好了 只要你民進黨這邊 時代力量這邊 這些委員投下贊成票 那麼這個法案 就還是會過半通過 就還是擋不下來 那所以說 回到這個問題的根源呢 這個法案的通過過關 到底主要是誰造成的 顯然是 投下贊成票 能夠讓這個法案過半的最大政黨 民進黨造成了吧 你說國民黨有七個人 其實還有第八位是林維州啦 他也曾經在少部分的條文當中 投過贊成票 那但是相對而言 比較沒有被盯上 這七到八位國民黨立委 他們 你說再加上時代力量五位 也才十三個人 十二個人 要怎麼過半 重點還是那五十幾位 五十四位的民進黨立委 他們構成了絕大多數的主體 於是再加上時代力量 就輕鬆的過半 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件事情 請大家注意 那十二位民進黨立委 雖然說曾經在部分條文缺席 可是他們沒有同一個時間缺席 換句話說舉個例子 可能在表決第一條的時候 只有五位民進黨立委缺席 那在表決第二條的時候 可能是另外五位民進黨立委缺席 表決第三條的時候 也許有八位缺席 換句話說 我們直接去看表決通過的人數 很多數的條文 基本上至少都是六七十位立委 贊成通過的 所以老實講 就像國民黨立委想要阻擋 也是南上加南 畢竟就是那麼少席次嘛 國民黨現在幾席 三十四席而已啊 連三分之一都不到 這也是為什麼說 當初國民黨想要幫各位軍公教朋友 爭取權益 捍衛大家的退休金 不要被民進黨政府惡搞亂砍的時候 連單獨視線都做不到 因為就是不到三分之一的席次 你很多事情都沒辦法啊 所以當初 你改掉大家的退休金 是民進黨主導之下通過 那這一次同婚 不管你對他的好物 也必須承認 基本上是在民進黨主導之下通過的 那既然這樣子 如果你已經是一位 藍營的支持者 你又反對洪婚的話 那麼我會想說 您是不是可以把焦點 對準了民進黨那邊呢 因為既然說是民進黨立委 多數民進黨立委主導之下通過 那麼現在假設一個情況 當然真的是成功了 把那七到八位 藍尾給通通拉了下來 不管是說已經被提名的 李彥秀阿 蔣光安等等 被國民黨撤下 撤銷提名 重新提新的人選 或者是說 提了就提了來不及了 但是在明年立委選舉的時候 消極的不去投票 讓他們的對手 或當選了 那這樣出現的是什麼情況 出現的可能是兩種情況 一種是提名被撤銷 提了其他人 然後其他人 國民黨提名人順利當選了 但是如果說 民進黨那邊的立委 都沒有變的話 那這樣子 如果下一屆 國民黨還是只有現在的三十四席 那這樣子 請問 國民黨有什麼本事 可以翻盤這樣的投票結果 乃至於說 在其他的法案 如果民進黨想要繼續惡搞的話 國民黨有什麼本錢可以擋住 那如果是後一種情況 就更糟糕了 萬一 大家消極的不投票 讓這些國民黨立委的對手們 當然我們知道 很現實的 國內生態 基本上不是國民黨 就是民進黨 讓他們的主要對手 民進黨候選人當選的話 國民黨本來就只有三十四席了 再減掉八席是多少 二十六席 連四分之一都不到 請問 這區區二十六席 能擋什麼法案 不可不能擋法案 不能提示線 整個就是弱勢到一種極限 甚至在現在立法院 有很多個委員會 你每一個委員會 能分到欄委的數量 又更少了 當不了招委 當不了主席 沒辦法主導那個會議的議程 也就是說 換言之在排 審法案的優先順序的時候 會更讓民進黨更有機會 可以優先排他們想要的法案 優先在委員會先通過 然後丟到日會這樣子表決三讀通過 換言之 您可能是想要懲罰 這些 您眼中跑票欄尾 但是結果化 很有可能 讓民進黨得力 因為現在 假設一種情況好 如果說剛好那麼巧 這些欄尾的對手 真的是一些 反對宏觀的民進黨立委 那您不去投票支持這些欄尾 讓他們的民進黨對手當選的話 站在同婚這個議題的立場上 好像是OK的 是理性的一個做法 可是很現實的一個問題 我們來仔細看一看 柯哲安娜、李彥秀這些立委 他們去年 他們2016年對上的對 蔣萬安娜、李彥秀這些立委 區立委 他們在2016年對上的對手 其實那時候蠻特別 因為台北市相對比較深藍的情況 民進黨在八個台北市選區面 只有在兩個是自己提人 在另外六個選區面 是你讓一些小綠黨的人來參選的 所以我們無從說 當時的民進黨立委屬性怎麼樣 但是以這七個欄尾面的 柯智恩為例 柯智恩他當時 他想要參選的是 新北市第七選區的立委 那這個選區的現任立委 是民進黨籍的羅智正 我們看一下這次的投票紀錄 這位老兄他從頭到尾 都是投下 對同婚投下贊成票的 我們試想一下 如果說我們抵制了 柯智恩不是投票支持他的話 那結果讓羅智正勝利連任 這樣子是什麼樣的結果 一方面在同婚這個議題上 哎 羅智正可以繼續快樂的 投下贊成票啊 相關的以後如果更進一步的 立法修法之類的 那結果還是完全達不到 那個制裁同婚的 支持同婚立委的力量的那個目標啊 那更有勝者 我們撇開同婚這個議題不談 在其他議題上面 至少柯智恩委員 作為國民黨的委員 多數議題上 基本上沒有問題 都是跟黨站在一塊啦 他不會支持說民黨政府惡搞 亂砍軍公教寧金 也不會支持說民黨政府惡搞 搞一些去中國話啊 搞一些文化台獨啊 搞一些破壞兩岸交流啊 搞一些惡搞勞工 亂砍勞工權利的一些不當作為啊 那可是 我們今天如果說為了要 想要制裁說支持同婚的藍委的話 而害他無法當選的話 那結果在同婚這個議題上 還是反而讓民進黨的支持同婚立委 在那個選區順利的當選了 然後在其他議題上面 更讓民進黨立委可以配合黨的路線走 繼續胡作非為惡搞化 那這樣子我們到頭來 豈不是在所有的議題上面都一場空了嗎 我們獲得了什麼 我們可以說是一無所獲啊 那這樣子又何苦來在呢 所以其實我們反過來想的話 如果說您是一個偏藍的民眾 然後又反對同婚要怎麼樣做最好 其實當然是把目標針對的那些民進黨支持同婚的立委 我們只要號召在各個選區 不管你是藍的也好 綠的也好 中間選民也好 如果剛好是反對同婚的人的話 那麼你們就可以號召這些人一起加入行列 去抵制這些民進黨的立委啊 要嘛叫大家說 你們明年不要出來投票 要嘛叫他們投給同一個選區的他們的主要對手 可能是國民黨立委之類的 或者是說如果你知道他們那些對手 那些你的朋友是深綠的 然後反同婚的 很難讓這些人接受 他們說去投給國民黨的人選話 但他們又會想投票的話 你也可以建議他們去投給一些無黨的候選人啊 然後可能對同婚沒有什麼明確立場 或甚至是反對同婚的 藉由這樣的方式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數學問題 我們想想看 如果只要拉下 再拉下十幾位支持同婚的民進黨立委的話 那是不是就算好 今天五十四加上五席的時代 五十九席民進黨立委 加時代立委支持同婚 然後可能加上那八位 七到八位 國民黨立委有支持過了 這樣子是多少 這樣子是加八 我們以最大值加八來算好 這樣是六十七席 那過半是五十七席 換句話說 我們只要再拉下十一席 支持民進黨同婚 支持同婚的民進黨立委的話 那麼是不是就達到那個目標了 就可以有機會 黨下以後同婚相關的立法了 那這樣子 比起你們硬是針對那些 國民黨的立委 那這樣子到頭來 還是打不掉這個法案 哪一個更能夠達到目標呢 就同婚這個議 至少就算就同婚這個議題而言 顯然還是針對 占多數主導通過的民進黨立委 更有機會達到目標 那更不要提 在其他的議題上面 大家這樣子 受夠民進黨惡搞 那我們還要再消極的不投票 消極的讓這些欄委落選 然後讓更多的這些民進黨立委 可以當選 可以連任 繼續配合政府 胡作非為嗎 而且其實我們今天 換個角度來看 也正是因為這個數學問題 法案通過 基本上靠是民進黨的力量 所以我們去觀察一下 在支持同婚那邊的民眾 群眾是怎麼樣的反應 其實對他們多數的人而言 除了少數 剛好你是偏藍的支持者 你是國民黨人 但是又支持同婚的人 會對於這七到八位 國民黨委員很肯定之外 基本上比較偏向中間選民 或甚至是偏綠的民眾 然後支持同婚的 基本上一面倒都在那邊 讚揚民進黨 讚揚蔡英文總統 覺得說這是蔡英文總統的功勞 是多數民進黨立委的功勞 是因為他們法案才通過了 很多人在做一些相關的懶人 一些圖片的時候 甚至刻意把那幾位 支持同婚過的國民黨立委 給忽略掉了 那這樣是什麼概念 大家想想看 講白了 就是支持同婚那邊的群眾 也不覺得說 是你們這幾位 國民黨立委功勞 那既然這樣子 反對 洪光這邊的陣營 又何必把矛頭 對準了區區 少少的區區七八位 藍尾在那邊 氣急敗 要優先拉下他們呢 既然人家支持同婚的 都覺得通過法案 是我們蔡英文總統的功勞 是民進黨 多數立委的功勞 那你們 反對洪光的這一邊 是不是應該要 針對那些人家 覺得有功勞的人 優先把蔡英文總統拉下來 優先把多數的民進黨立委 拉下來 這樣子似乎是比較 合理的一個做法 而且呢 跟各位聊一聊一個 有趣的現象 我針對這個議題 今天今天聊了 有在我的粉絲專頁 Facebook粉絲專頁 寫了一篇文章 當中我有憂心的提到 一個預判 就是說 我覺得 坦初 要拉下這些欄尾的人 會不會有一些 是綠營支持者 在那邊反串 故意要破壞你們藍營的 要把那個仇恨值 拉到藍營這邊呢 因為畢竟綠營在通過這個 立法的時候 也很清楚一個現實 去年公投案的時候 就是那邊 愛家公投那邊 支持者比較多 765萬票 那支持同婚那邊的 才290萬票 所以很現實的 如果說要比人頭的話 現階段 也確實 支持同婚的是 遠遠少於反對同婚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民進黨當然也會擔心 他們這樣子 配合蔡英文總統政策 強硬通過了以後 會不會遭到選民的反撲啊 那我就在說啦 會不會我們現在到處出現這種 要求拉下藍尾的呼聲 但卻幾乎沒有聽到半個 要拉下綠尾的呼聲 是不是有綠營的人 刻意在這邊散布這個留言 要把仇恨值拉向藍尾 好讓反同婚的民眾 忽略了民進黨 在這個議題上面的主導關鍵作用 借此避免明年選舉 他們受到衝擊呢 我這樣子這個假說 一提出來之後 我把這篇文章連帶的 也貼到了網路上最重要的論壇 PTT上面去分享 欸 結果還真的有趣 就掉到了一個民眾 印證了我的想法 這個PTT那邊 他們那個有一個網友的帳號 叫Peter080808 那這個網友看到我文章之後 就先過來虛文 他就說欸 我這藍尾的支持者被了背叛之後 難道沒有那個 懲罰制裁這些藍尾的權利嗎 那 但是這時候我看到他 他想說欸 你真的是藍尾的支持者嗎 我就做了一個功課 那 也是他也是蠻運氣不好的 誰叫他以前 發過太多篇文章 我搜尋了一下他的帳號 在PTT上面發過文章 結果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這位網友呢 他在PTT同一個版面上面 發過了很多篇文章 包括批評馬英九的 批評國民黨的 批評韓國瑜的 然後幫蔡英文講好話的 那大家想看 這樣的人真的是 國民黨的支持者 真的曾經投票給國民黨嗎 看起來好像 看怎麼樣不太像吧 那我就把這些 查到那個文章連結 轉貼給他 然後就訪問他 你確定你真的是 曾經投票給支持過 國民黨的人嗎 怎麼看起來好像不太像呢 那結果這個老兄很有意思啊 他就對於我這一塊質疑 完全不回應 完全刻意忽略 那結果他又跳到另外一個議題 來攻擊我了 他就說 欸 很有趣啊 他說 反對這次立專法的人 都是那麼很無腦 你怎麼不去跟這些無腦的人解釋 這個專法沒有問題之類的 那 他這樣子這一說 一出來之後 我腦筋稍微一動 欸不對啊 那怎麼跟你之前講的說法不一樣 你之前是說 說到好像你是一個支持投票給國民黨過的人 然後你又反對同婚 所以你覺得說 國民黨一些立委支持同婚的話 你被背叛了 你有權力去制裁他們 那怎麼今天 你反過來 你下一個留言 你又說你覺得 那些那個反對同婚專法的人很無腦 那你這樣子 你到底是覺得說 你應該要是 你前面的意思是說 你反對同婚 那你後面的人 你說反對同婚的很無腦 顯然是表示你是支持同婚的嗎 那請問 你到底是支持同婚的 還是反對同婚的 你前後兩個留言 完全立場就明顯的自相矛盾了 那我於是又很不客氣 把這個立場 把這個疑問 把這個矛盾 再點出來 結果這位老兄 又在那邊跳針 有人跳到其他議題 不火硬啦 又扯說什麼 你應該要去那個 去報導這些其他東西啊 而不是說 那個去那個 針對這些觀點 去幫那個 國民黨啊 什麼藍營那些講話啊 什麼什麼的 反正就是 很有趣啊 大家看 重點是前面這些對話 很明顯的 結論大家可以看出來 這位網友 Peter0808 他是怎麼樣情況 他是一位 顯然是一位偏綠的民種 然後 他應該是比較支持同婚的 那 可是 他卻在一開始的時候 偽裝成一個藍營支持者 然後反對同婚 然後鼓吹說 主張說 藍營的人 反對同婚的人 應該要去制裁 這些藍營支持同婚的欄尾 那 這樣子是不是跟我文章裡面 原本提到的假說 剛好吻合呢 當然啦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這只是一個個案 不見得代表 每一位都是 這樣主張的 都是反串的 我當然相信 絕對不可能 每一位都是這樣反串的 但是也必須要提醒一下各位 如果說今天 我在PTT上面隨便發一篇文章 馬上 一下子就跳出了一位 這樣子反串的被抓到 那請各位想想看 沒有被抓到的 有多少 在其他地方 散佈這些言論的 有多少人呢 Facebook面 Line裡面 各個版面裡面 還有多少是我們不知道的呢 所以希望各位前輩 如果說您是藍營支持者 然後反對同婚的話 不要中了少部分民進黨人的計 還是把矛頭對準的那些 讓這個法案通過的 多數民進黨立委 把他們拉下來 這樣一方面可以避免 他們繼續在同婚上面 支持 推進 更重要的是另外一方面 可以讓 我們在其他議題上面 在包括各位關心的軍公教 年金議題上面 乃至於我們勞工相關權益上面 乃至於其他更重要很多的議題啊 也很重要的議題啊 學術自由啊 學術自主啊 他們當中怎麼惡搞台大校長 不讓管中民校校長上任 乃至於東廠復辟的問題啊 還有我們媒體言論自由的問題 他是怎麼樣前置媒體惡搞啊 還有兩岸他是怎麼樣刻意的卡 還有很多觀光業者損失慘重 這麼多議題 如果說只有蔡英文當選總統 而民進黨在立法院沒有過半的話 那麼是沒辦法呀 通過這麼多惡法的 就是因為有這麼多民進黨立委 掌握了過半席次 才能夠配合蔡英文總統 這樣子無作非為 所以今天如果說我們是 比較偏藍營的支持者 然後對於民進黨的各種惡搞 深惡痛絕的話 那麼我們千萬不要中了那些 有心人挑撥離間計 我們明年的優先人物 應該是把蔡英文總統 把民進黨立委給拉下來 避免他們在這些各個的議題上面 繼續這樣惡搞 那今天我想最後再從另外一個角度 再聊一下同婚相關議題 這一次的對象是賴清德先生 前面都是針對藍營嘛 那今天後面這段 想針對綠營這邊來聊一聊 來給他一個建議 那賴清德先生 他在同婚專法通過之後 他馬上也在他的臉書 粉絲專家上面PO了一篇文章 他說樂見這個專法通過 那但是我們理性的幫他思考 幫他分析一下 賴清德他這樣子做 對於他個人的選情而言 真的是有幫助 是一個明智的做法嗎 我們今天仔細觀察一下 就可以發現 同婚專法通過了以後 支持這個立法那邊的民眾 是在歌功頌養誰 幾乎都是蔡英文總統吧 畢竟很現實的他是現任總統 然後他對於同婚相關的發言 也比賴清德多得多 賴清德雖然在擔任行政院長 剛上台的時候 就曾經針對同婚也表示說 我會推動利益相關的法案 沒錯 但是很現實的 第一 你相關的發言沒有蔡英文總統多 第二 你在一月就已經卸任行政院院長的職務 一個已經卸任四個月的前行政院院長 跟一個現任的總統 你覺得 如今這個反而通過 民眾會覺得 支持同婚的民眾 會覺得這是誰的功勞呢 很現實的 至少從到目前的觀察看 多數的人都覺得是 蔡英文總統的功勞 那既然這樣子 我們反向思考 針對同婚這個議題 如果說賴清德想要獲取更多的支持的話 他應該要怎麼做呢 其實應該反過來 是要看公投裡面 765萬愛家公投的支持者 對於同婚有所疑慮的700多萬人 他應該要爭取這一塊才對啊 因為同婚這個議題 其實不能用藍綠的二分法 不是說藍的就一定反對同婚 綠的就一定支持同婚 至少我們前面提到嘛 很多十幾位民進黨立委 選投票的時候就不投下贊成票啊 那國民黨立委 不是也有對同婚投下贊成票了嗎 那民眾也是如此啊 民眾裡面 我們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長老教會 尤其是在南部那邊的 是不是有很多人 一再對於同婚表達疑慮 表達反對的立場呢 相信有不少關心這個議題的人 或多或少都有聽過 那既然這樣子 我們想想看 賴清德 你與其要去那邊 跟蔡英文爭說 那些支持同婚的票 而爭不贏的話 基本上很難爭贏啦 為什麼不反過來 去支持那些偏綠的 但是反對同婚的那些支持者呢 畢竟那些人他們現在 對於同婚通過一定是氣的跳腳 但是很現實的 他們基於可能比較 知識台獨的理念 偏綠的色彩 又不可能說 投得下國民黨的候選人 就算那個國民黨候選人 最後出現了 可能是反對同婚的好了 那在這個情況下 你賴清德現在面臨 即將要來的黨內總統候選人出選 如果沒有被蔡英文惡搞到不辦的話 如果說真的會辦的話 而辦的方式 基本上將是用全民調的方式 只差在說 現在到底是說用室內電話還是手機 那就是不管 畢竟就算是用手機好了 說是年輕人 中老年人長輩 一樣會有手機啊 一樣有可能接得到啊 那你賴清德 既然是用全民調的方式 而很現實的 多數整體民眾當中 反對同婚的是 比戰權同婚的要多了很多 那你賴清德 為什麼不趁機反過來去 至少不要在那邊公開表達支持的態度 藉此說讓那些不爽同婚通過的 偏綠民眾 到時候再接到電話 在初選民調的時候 表示說 我們支持賴清德 這樣子應該是一個比較理性的做法啊 那當然啊 也許 也許賴清德 他是真的有一個很堅持的理念 可能很多發言 不完全從政治利益考量的人 所以呢 明明知道這個人數的 選民的差距 他還是寧可選擇表態支持在那個同婚那邊 那或許是這樣 那但是如果說今天 假設他對於這個議題 其實並沒有那麼明確的立場 那麼堅持的害度的話 那麼從選舉的角度而言 賴清德選擇 至少不要公開表態說 肯定同婚通過 會是一個相對而言 比較理性的做法 今天對於同這個議題 就先聊到這邊 以後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議題囉